为自己加油就是给别人打气 为了让推动教育第一线的校长 共同讨论台东教育议题 航线府9号在嘉峰营区办理111学年度 第二学期的国民中小学校长共事营 县人饶庆林特地到场位校长们 以及教育处同仁加冕鼓励 并透过萤火谈话 凝聚校长间以及县府的默契 培养团队合作享行礼 并鼓励大家勇敢地突破创新 一同来为台东的教育努力 校长们认真地听从站点人员的讲解 并开始动手组装罗马炮 在制作完成后也进行试射 看是否能够顺利将物品抛植出去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 9日在嘉峰营区办理111学年度 第二学期国民中小学校长共事营活动 希望借由各项的体验活动 增加各校校长们的互动 同时探讨教育方针 而县长劳庆林也特地到场为校长们加油打气 并期盼新的学期能够一起为台东的教育做努力 今年非常开心大家到这里 而且我们今年特别没有坐在纳鲁湾或者学校里面 那希望大家出来我们大家一起一整天的共事营 那今天满满的活动 所以各位校长请你们准备好你们的体力 那非常的开心 也祝大家今天一天的活动都很顺利 也祝各位校长在新的一年面对新的学期 学生家长以及新的议会 都能够有非常平和的心情来处理所有的校务 大家身体健康 兔年愉快 谢谢 教育处长表示 透过体验活动 让校长们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 能够彼此互相沟通 让教育的经验可以彼此交流 而参与活动的校长也表示 从以往的室内会议改成户外活动 感到相当的新奇 那我想校长们在这个分组 随机分组的过程当中 他们彼此就会去做沟通 去做合作 去做创意思考 那这也是我们要给孩子们的能力 所以透过这样的户外探索的共识营 让校长们先了解 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操作课程方式 是所谓的沟通 所谓的合作 所谓的这个创意思考 那他们来这边玩过一次之后 我相信回到学校里面去 也能够带给学校很棒的风景 那这一次透过这样的一个 改变校长会议的一个方式在进行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来自于说 台中县110位的校长 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活动 彼此增进交流的机会跟时间 那也可以分享彼此的校务的经营 再加上说 其实本来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就是凝聚大家 对教育的一个向心力 我想对我们未来 办教育的一个过程当中 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跟启示 教育处指出 透过共识营的活动 增加沟通互动的机会 让校长们进行更多的对谈 以及交流 培养团队合作的向心力 以及正向思维 一起为培养台东未来人才而努力 记得陈吉林 北南相报导